大家好 我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像我经常介绍泰国的简楼房产 往往抛车的业主都是俄罗斯的 就是说俄罗斯人在泰国 特别是在巴提亚 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我想到这个问题 觉得自己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因为作为我们这代人 可以说是从小就是在 俄罗斯文化的那种熏陶之下长大的 从小到大就是看的那些文学作品 基本上都是俄罗斯的 前苏联的 印象比较深刻的 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静静的炖和 可以说塑造了我们这一代人的 至少是我吧 都人格的很大的一部分 所以在我心中 包括我相信我们这代人 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俄罗斯少女 在心中 自己心中的一个邋遢傻 但是很奇怪的是 当我到了泰国生活以后 周围的邻居好多都是俄罗斯人 擦江而过的都是俄罗斯人 但是突然一下 你发现你已经失去了 了解俄罗斯人 认识俄罗斯人的兴趣 这是怎么回事的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我想给大家讲一讲 俄罗斯人在泰国的 他的历史 以及他在泰国 他们社区的一些特征 方便以后到泰国生活的中国人 他们更了解俄罗斯人 更了解自己的邻居 实际上俄罗斯跟泰国的那种渊源是很深的 来源于那个拉玛武士 就是泰国人最尊崇的 朱拉农宫大帝 作为一个东南亚唯一保持独立的国家 朱拉农宫他的策略的话 就是大国之间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战略 他当时就是一边是英国 一边是法国 两个殖民大国 他夹在中间 他在微妙地保持着一种平衡 引入一些其他的欧洲的强国 才能让这个平衡更加的稳定 他把目光投向欧洲 发现欧洲大部分的国家 都是在东南亚有殖民野心的 包括像荷兰 他占领了整个印度尼西亚 包括西班牙 菲律宾 即使像什么葡萄牙 在澳门也有殖民地 在印度的果瓦也有殖民地 所以他最后他选择的 锁定了他的视线 就停留在一个国家 就是离东南亚最遥远的 一个欧洲国家 就是俄罗斯 因为那里是冰天雪地的 所以祝阿龙公大帝 他也到访了圣彼得堡 当时跟俄罗斯的皇帝 尼古拉二世也会面 双方就建立了 非常广泛的一种联系 祝阿龙公大帝的儿子 就是后来的拉玛六世 当时就是去俄国军事万校留学的 你在现在的泰国 你都能发现很多 前沙皇俄国的痕迹 这一点非常的奇妙 首先是泰国军队的礼服 他采用的就是沙皇的 敬畏军的军装 我看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 我觉得怎么泰国的 那个军队的礼服 这么似曾相识 因为这些就出现在前苏联的电影 当时苏联内战的时候 那个一方是红军 另外一方就是沙俄的白军 他们穿的那个军装 都是白颜色的 就跟现在泰国军队的礼服 是衣服一样的 你看那个王室出行的时候 周围副驾的军队 都是穿着那个白色的礼服 就是当年沙皇俄国的 敬畏军的服装 看到这里才发现真的 他们相互之间的那种渊源非常深 渊源不止于此 以前泰国的国歌 据说就是俄罗斯的作曲家作曲的 当然现在的国歌就是黄式的 那个是不一样的 另外泰国的国旗 那种三种颜色的 那个跟俄罗斯 你看现在的国旗 红白蓝三色是一样的 只是排列组合不一样 并且这三种颜色代表的意义 也是完全一样的 红色代表人民 白色代表宗教 蓝色代表王室 当然现在俄罗斯的王室 已经是不存在了 但是这三种颜色 它以前的寓意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就是苏联解体以后 90年代初 俄罗斯游客 在开始重新发现了泰国 第一辆满载 俄罗斯游客的包机 就是在90年代 1992年 降落在乌塔堡机场 就是巴迪亚南边的那个机场 从此以后 就是俄罗斯游客 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泰国 当然最开始只是作为游客 泰国也给俄罗斯游客 30天的免签 最开始定居在泰国的俄罗斯人并不多 在巴迪亚90年代的时候 居住不到50人 相互之间都认识了 但是现在是多少人 现在据泰国移民局 在前几年的一个数据 现在可能还有增长 就是定居在泰国的俄罗斯人 有10万之多 其中有6万人是定居在巴迪亚的 巴迪亚总共有多少人 我查了一下维基百科 泰国的官方数据是30万人口 当然这些都是泰国国籍的人 另外去估计生活在巴迪亚的 外国人大概有20多万 总共是50多万人口 在欧洲人中间 大概是要占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 在巴迪亚就有8座俄罗斯人的 东正教的教堂 另外还有一座修道院 还有自己的墓地 这一点还真没想到 实际上我们中国人 也可以搞一个中国人的墓地 当然中国人的观念 就是什么 那种落叶归根 但是不是中国人也说的 马格果实吗 那更豪迈一点 就是马格果实都不一样了 就是到哪里就埋在哪里 你可以搞一个自己中国人的墓地 以后就买骨他乡 又何妨 另外还有一个俄语的学校 当然就是给那种 就是以后准备回俄罗斯去读大学的小孩 就是完全俄罗斯的那种 教程俄罗斯的教学体制 以后你生活在巴迪亚 你的俄罗斯邻居 他们有什么特征 首先第一点就是 他们的语言能力不太好 就是他们一般英语都比较差 并且也没有多大的动力去学习英语 所以我上以前住的那个一天园的那个物业经理 学了一口琉璃的俄语 就是因为那位俄罗斯人 他不会说他也不愿意学 最后不得以泰国人来学俄语 来给他们提供服务 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在我们印象里面 就是俄罗斯人酗酒 实际上这也存在着一些误解 据俄罗斯人自己讲 在俄罗斯人喝酒的文化中 就没有中间地带 就是要么不喝 要么就喝醉 其他国家他们的文化是什么呢 就是just a drink 就是喝一杯小酒 那个意思 就是你看那些老外 欧美国家的 他们都是每天都要喝 但是每一次就是喝得微醺就可以了 跟俄罗斯人那种完全是截然不同的 在巴提亚看见其他国家老外 一般都是单身老头 这两个最基本的一个特征 但是俄罗斯人完全不一样 他们往往都是一个家庭 统计数据也显示 只有15%的俄罗斯人在巴提亚 他是单身的 他跟中国非常相像 就是他的爷爷奶奶 他是会带孙子的 俄罗斯人他跟中国还有一点特别相像 就是喜欢买房子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 现在的巴提亚的简陆房 往往都是俄罗斯业主 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俄罗斯在巴提亚 占的人口比例是很大的 俄罗斯人他是整个家庭 过来居住在这里 所以你脱家带口 往往都喜欢买一个房子 更加安定下来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俄罗斯 因为他是靠自然资源 有很多富人 他是靠这些是发了大财的 据说在他们的本国 据俄罗斯人讲 投资的渠道也非常的少 另外俄罗斯的卢部 也是长期都在贬值 所以他们就希望在海外购置资产 来增值保值 据我在巴提亚生活三四年 居住在那种小区里面 我的观感 俄罗斯人有一种群体特别多 就是单身母亲带着小孩 生活在泰国的 这种群体非常非常多 每个小区都有很多 在我现在住的那个拿古拉一期 我去年在那里待了半年 那半年时间 从此我看有一家俄罗斯人 就住在那里 他们是一个俄罗斯的 很年轻的一个少父 带着他的小孩 还有他的母亲在那里 最开始跟我打交道的是 他的母亲 是因为他看见我 带着两个小孩 经常在游泳池 估计他就是很新奇 我估计俄罗斯的男人 是怎么带小孩的 但是他一句英文不会 但后来他把他的女儿叫过来 非常的漂亮 带着他的小孩 他的小孩年龄也很小 可能也就三十岁 他的女儿 那个英语非常好 一看就是受过很好的教育 他也是长期生活在那里 也不知道他是从事什么职业 所以我估计是俄罗斯 他的离婚率比较高 有很多那种单身的母亲 离婚以后就带着小孩 就离开原来的环境 到一个新的环境 到泰国 这边来生活 可能小孩长大了以后 送到国际学校或者怎么样 我也曾经问过澳洲大叔 我说那么多单身的俄罗斯女性 你为什么要找泰国女性 你为什么要找俄罗斯 他以前也找过 他说这些单身的俄罗斯女性 他说就是很容易 但是他不喜欢 因为一般都是抽烟喝酒 脾气比较大 说话声音也很大 嗓门很高 也很粗鲁 当然那是澳洲大叔的 他的一面之词 我不这么认为 我只有俄罗斯女人 看上去还是挺有修养 好 关于俄罗斯人在巴提亚 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以后 在巴提亚的生活有帮助 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好 谢谢 谢谢